你看看我们的本部 放松 我们的织法跟你一样 不特别细 小姐 吴夫人等你很久了 胡小姐 找我有事 是 我来 是想来跟你谈一笔生意 你要和我做生意啊 这是我们陕西机器织布局 出产的名副洋部 小姐 我把它的样品 和咱们柜台上的洋部 比较了一下 这名副洋部质量很不错呀 你这柜台上所有的品种 我们都能生产 那又怎样 我不管你的供货商 给你是什么价格 我都再低一成给你 再低一成 是 小姐 我刚才和夫人谈过了 他同意不收定金 也不收保证金 甚至愿意给我们 让一个账期 你跟我进来 你到底要干什么 胡小姐 我们之间可能有点误会 原来我爹的死是个误会啊 那我爹的死呢 我正在拜托赵大人 重查当年的军事院 我相信等到军事院真相大白 你爹和我爹的死 也都能水落石出 你我之间的恩怨 也可以做一个彻底的了解 在那一天到来之前 你我争执再多也没什么意义 我们何不暂且放下救援 一起做一些有意义的事情 我们一起 胡小姐 其实我一直都很佩服你 是你让陕西人知道了洋部的好 也是你的成功 让我对机器织布局充满了信心 才有了今天的名副洋部 所以名副洋部出产在即 我第一个想到的合作伙伴就是你 你要我做你的伙伴 对 我生产洋部 你销售洋部 我尽量控制成本 提高质量 你尽量拓展市场 我相信三年之内 机器织布局的产值 可以再翻几番 而古岳洋部庄的分店 一定可以开变全国 这是本部 你那儿的标价 是六两银子一匹 为了表述我的诚意 我给你四两 好 但是你必须要保证 我的价格 是所有客商中最低的 没问题 如果有一天 如果有一天 证实了我爹是清白的 是你害死了他 我一定会亲手杀了你 如果真是这样 我周莹任你处置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